我其实这次十一的时候到那个沈阳 然后购入了一些家具就在一家买的 然后主要是我们家up主自从瘦了之后 就开始各种臭美 比如说就是以前所有穿的衣服 然后全都卖掉了或者是扔掉了 然后就是剩下的就是能穿的 再加上那个已经没剩几件了 开始从头到脚的给自己换新叶子 各种买买买买买 因为他的东西都优到我的单位嘛 然后我每天都在收快递 每天都在收快递 快递一发出或者违品会快递一发出 各种买买买 然后他给自己 并说他给自己 我是说他给自己的话 他感觉的并不是他给自己 其实就是他给自己 然后那个弄了那个开放式的这种衣架 这些都是一些就是需要用到的那个名件 因为衣架的所有东西全都是你自己组装的嘛 根据你自己的需要 然后组装起来的 就隆重的介绍一下这面镜子 我超喜欢这面镜子 这个就要推荐一下 这个镜子 因为可能拍出来的话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这个镜子有多大 其实这个镜子真的很高 因为我是1米74嘛 现在我光脚 然后这个镜子现在斜放的话 还比我高一块 这个镜子大概得有一米 跟我差不多高啊 布雷伯格 啊不不不不 叫霍维特 这呢霍维特镜子 霍维特 对啊这镜子 数长是有一米九六呢 两米 真的比我还高 对啊 然后这么横的话大概是七十七十八吧 非常爽 而且这个镜子感觉特别清楚 不知道为啥 水银好吧 水银好它才会特别清楚呢 然后就是我俩因为看了好多镜子嘛 然后就是一家的镜子基本是全看了一遍 对对 最后就是还是选了这个 还是选了一个大的镜子 就是觉得还是这种落地的一步到位 我跟你说 这俱爽这种 镜子真的很讲究 一个是怎么讲的呢 就是有的镜子就照人好看 有的镜子就照人瘦 这个钱花的绝对是值 其实我们买镜子觉得两三百已经挺多了 最后买好了以后觉得真的值了 这个非常推荐啊 而且你穿袭试鞋 你也不用再买一块那个专门试鞋的那个镜子 其实试鞋那个镜子就是不太舒服 为什么你只能看到镜子 只能看到镜子看不清全身搭配 所以说UP主真的是为了自己 因为平时我没有这种困扰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 我俩会给大家带来好多穿搭类的节目 女主播这个衣品还行嘛 其实你别我穿搭类的 就你穿搭类的 主要是你 女主播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 她比较喜欢的单品 比如说她身着衬衫真的非常好 就有一扣这件衣服有同款下来 就是她这个衣服 无印良品的这个衣服 真的是特别舒服 就一点都不起求 然后真的特别特别随身 特别特别软 就是贵 在身上的时候就是 也不扎 也不那个什么 你这衣服得300块钱吧 我自从结婚了之后 其实我有很多的衣服 你不能透露你结婚那事啊 那我和你是啥关系啊 啊对 我很多的衣服啊 鞋啊包啊 反正就很多东西都放在我自己娘家 就在我妈那儿 我都没有带过来 因为我跟阿卜主结婚的时候 阿卜主给我买了一个特别特别小的货 我跟你说 阿卜主就要不说他非常自私 就是他如果不瘦的话 他都不会买一个衣架给我 其实我真的有超多超多的衣服 我当时就是说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要是没了 如果我要是你屋里有点乱 如果我要是没了的话 可能我留下了什么 我留下了一箱柜子 一柜子的衣服 一柜子的鞋 一柜子的包 真的好小啊 真的就是你看里面挂衣服的 里面挂衣服的话 就这个东西都不是不可以横着的 都要侧着挂 但是好像这种的好找衣服 好乱 就无所谓其实 因为阿卜主的衣服很少 所以他的衣服都是挂着的 就我还行其实 对 而我的衣服就是所有的都是堆在堆到里边 就是一小部分 然后三楼还有很多 然后还有反正就是有很多很多 其实我们那个产菜式的那个衣架 就和这个 和这个就是很类似 这种就是那个叫这个叫 之前买的时候叫斯多曼 然后我记得这样好像花了3000多块钱 不比那种 大衣贵便宜 甚至要贵一些 开放式的幸福感要高一些 因为往这上挂东西吧 我就怕我这个屋子看起来就是比较乱一些 所以说我基本上不往这上挂东西 挺浪费的 然后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这个 这个是79块钱吗 然后还有这个 我脚下的这个地毯 我也想要说一下 这个地毯是当时 我说我一定要一张一家贵的地毯 然后我就买了这块地毯 这个是纯羊毛的 过渡的时候秋天的 其实我们这边过渡没有几天 为什么 因为我们9月15号的时候就给取暖了 满洲里这边大家都知道 应该是 它是一个在山澳里面属于一个风口 那边对接的都是俄罗斯 俄罗斯就是西伯利亚那边 然后真的是特别特别冷 你买的一家最坑爹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床挺坑的 因为那个衣柜我不满意 然后我就各种买那个一家最好 然后当时买这个床也是一家最贵的一个床 其实这玩意相当不实用是吧 对这个真的相当不实用 你知道我这个腿就这个脚这常年 就这块就是基本上没有好 我常年轻 然后你从这想到地上 对对对 必须得绕过去 不是今天咱们不是黑一家的吗 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东西咱们两个其实是那个 就是处理区 对对对在处理区买的 你别看它是处理区 但是它其实非常贵 就是这个 就比较高短的处理那家 这个水龙头再加上 水龙头再加上这个这个 这两个盆的话 我就记不清买多少钱了 但是我记得好像 这一个盆就是两千块钱 放在浴室里的东西 它居然不防水 你看 就简直了 那阿布鲁应该要过新患了 这个就是偶尔 而且我不是很经常在那个家里冲联 我再吐槽一下阿布鲁 阿布鲁其实胖了十多年 从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胖子 但是就是最近这半年就是他真的是减肥成功 真的下了狠心了 然后从来没有这么受过 但是我也能理解这种心情 就是一个胖子胖了十多年从来没有受过 就他这种爱美之心 这种想为自己打造一个 那个完美的一个是一王国的这种感觉 哈喽 我今天坐着呢 然后昨天晚上阿布鲁用了一晚上的时间 噔噔噔 把这个就已经给组装好了 一个80厘米的话 大概能挂十几件衣服 应该是可以 你看这个现在已经 一加两件三件三件五件六件 六件 十二件没问题 对应该差不多 十几件衣服吧 上下 因为这个要是说宜家这种 就是非常灵活嘛 就是你可以调节它的高度 像我们这样的话 挂的话就可以上下这样的挂 下面衬啥啥啥 这样的话就比如说你换衣服啊 换鞋什么的 就可以直接坐在这里了 我们那个鞋 鞋子解决问题啊 对这个鞋子 要是不仔细看的话 就是看不出来 这个其实是两个 这个这么大的把它螺到一起了 然后一共是十二个这种蓝 十二蓝的话 每个蓝应该能放三双鞋左右吧 对 然后像这些裤子什么 可以叠到这里 说不是说建议说买什么样的 那个跑步机吗 说你买大一点宽一点的 这样可以挂的衣服够多 其实就是说我啊 经常就是被up主吐槽 为什么呢 就是基本上 像女生嘛 我的衣服很多很多 然后每天基本上就是会换一套 然后那你说脱下来的衣服像是比较厚的比较薄的那种呢 肯定就基本上往沙发上一撇 对很乱 然后就堆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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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 然后整个沙发堆起来了 然后我一共有两个沙发 我内屋一个沙发 然后楼下一个沙发 我内屋的沙发我堆满了 然后我就开始堆楼下的沙发 然后就走堆 然后今天视频结束了 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个单品 我和UP主其实买了很多这种就是那个牛仔服 但是觉得这个李维斯这款牛仔服真的是版型啊 还是其实他挂在这里看起来就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牛仔服 对 但是其实他穿起来真的真的真的很好 他这个李维斯这个我跟优衣裤那还是不一样 对 他的版型剪裁啊 就是真的不一样 就是他非常非常细节 就是像我这个就这么长的话 他的袖子也够长 就是反正就有型 稍微戴一点弧度 而且非常非常提示 他这个牛仔 李维斯一个牛仔这个你应该就想都不用想 他这个牛仔的这个面料啊 他并不是那种硬的 因为之前不是买了一个那个扶绳的那个那个牛仔服吗 那个牛仔服就是非常硬 然后就是整个一个人直直扔起来了 但是这个呢就是非常随身 随身 而且他还有型 关键 关键还有型 洗过两个水了 但是不仅没有掉色 而且非常 一点问题没有 对 给大家看一下货号 这件衣服真的挺推荐 我一男生我都挺喜欢 哎 这是在哪买的 这是四里单卡制的 这也是 我怎么老背上结束呢 16084 对对对 然后款号是54017 不是 看着脖子后面 推荐单品的话 一定要脱下来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具体的 这是 什么的东西 这是没有吗 他这个160 因为我觉得他 这种牛仔服 他其实比较就是符合那种欧 欧式的那种 就是欧马 因为160的话 如果要是我的话 比我现在的话 其实应该是小的 但是他这种 size标的是M嘛 按照这个标的这个 size这个选就可以 你要不要选那个160的 我记得上次在ZARA 选裤子的时候 我就迷惑了 一个160 然后 但是我居然能穿 而且肥 其实主要看着 它鞋杠后面那个 是84A 或者是88A 或者是92A 那个才是肥瘦 长断 太好了 今天单品推价完了 我们以后会 有了这一家以后 会常给大家推荐一些单品 对 好 今天视频结束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